欢迎回来 台湾生技业的研发实力 世界有目共睹 更成立国家生技研究园区 网络具有研发新药潜力的公司 72岁的陈水田博士 就是其中的一员 5年前 他从中研院退休后 把退休金作为创业基金 投入新药的开发 为产业孕育人才 座落在南港的国家生技研究园区 是全台首座跨部会整合园区 以新药研发为主 并配合国家发展生技医药产业 特别设立创服育成中心 首批进驻业者通过严格审查 在百名厂商中脱颖而出 第一个题目是 我在中研院申请专利了 一个肺癌的早期的 一个生物减体蛋白质 小分子要就是做牛张师 那审查委员觉得这两个 符合这个园区进驻的 应该有的条件 而且超过这个条件 所以他第一次就批准 我们可以进驻 带领这家生技公司 是72岁的董事长陈水田 台大生化所博士 前中研院生化所研究员 即总务长 陈水田拥有37年的研究基础 及多项研究成果 即转给多家上市柜生技公司 协助台湾生技产业发展 我自己觉得说 生技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题目 那我自己也是在实验室脚踏实地做 所以我也很希望 这样的脚踏实地的精神 跟训练我们学生的这些精神 可以带到生技公司 退休金 成了陈水田的创业基金 在太太的支持下 67岁成立生技公司 专注在天然物及生物化学的相关研究 会有两大核心技术 进一步将牛樟之萃取技术 投入武汉肺炎的新药研究 我们把这个肺的细胞 或是免疫细胞处理 这个牛樟的萃取物 它的ACE2是会降低的 降低到几乎差不多 百分之六十七十以下 五月底以前 我们的动物实验统统做完 脚踏实地是陈水田的人生态度 一步一步完成实验任务 虽然我们有这样好的计划 五年十年 一定是还要有人来传承愿意做 所以我要找到更好的人 愿意投入的人来做才有 这个是我讲识 目前我这个年龄的人想到的问题 因为我不会想到说 去游山玩水 就是去把生命放在那个地方 是还有一点点使命 会有这般感触 或许跟陈水田的成长经历有关 家中世代务农 陈水田高中和大学都读夜间部 总共读了十年 高中时 陈水田到台大化学系打工 没想到 因此跟化学结下不解之缘 小学要读多读一年 初中没毕业 现在可以当教授 又可以当研究员 我觉得是很满足的 就是我觉得自己这辈子很有成就 只是又弄了这个生技公司 我觉得还有其他的任务要做 所以就继续努力下去 但是这一条路我相信 大概是没有破误的 应该也是觉得说 我这一辈子做这样的路是正确的 海童时代的成长 奠定陈水田 勤恳不识的本性 延续到创新研发 陈水田的这份精神 壮大团队 迈向国际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